好 接下來要教的第一個叫做衛星 衛星就是會繞行星轉 但是它也會繞太陽轉 所以衛星就是一方面繞行星 一方面還會繞太陽 兩個都會繞 內地行星基本上衛星都很少 像過了水晶晶晶沒有地球只有一個 內幕很多 每個都實體 每個都實體 因為它很大隻 它是很大隻 OK 這是內地行星 知道了 好一下 然後叫太陽系小星體 就是剛剛講的除了我剛剛教過的 非熱大行星之外 非熱大行星 矮行星跟衛星之外 其他的都稱之為太陽系小星體 包括當我們要教的小行星 跟在海王星以外的 我們會簡單帶過去的褲蛤蛋 還有衛星叫做所謂的太陽系小星體 那第一個呢 叫做小行星 重點 它在哪裡 它在火星跟木星中間 它的發現也很有趣 因為當時根據某種神奇的公式 覺得那邊應該有一個行星會找 結果沒找到 只看到被渣渣 然後被渣渣 所以有人問你說 是本來應該形成一顆星 那是沒有機會 就是要死在路上 因為有人在那邊渣渣 然後有的很大 還有的很小 現在就是古神星 它已經被列在矮行星當中了 矮行星當中 小行星是基本上是天文 各種圈館中 唯一可以由發現者自行匿名的行 自行匿名 就是那樣自行匿名 很久以前 現在更多了 很久以前 為了紀念前台北市天文台的台場 蔡璋憲先生 所以都擺了行匿尾章 那現在呢 中央大學在陸平山 有個天文台 他們叫天文台 那發現了非常多的 小行星 發生起了很多名字 其他人的社會主義 叫婦農 為了紀念婦農 因為婦農 幫他們去做那個 還有什麼玉山啊 嘉義啊 那我也看過 有這個 有四個台灣的學生 因為在英特爾得獎 所以我用他們的名字 避免小行星 所以呢 以後如果你對天文學有興趣 然後呢 也看到一顆沒有人發現的小行星 你就可以自己幫他命名 用你心愛的人 或者是你自己 把你白顆星送給你心愛的人 這個星是你的名字 OK 好 小行星 注意他的位置 位置是在火星跟木星當中 火星跟木星之間 好一個渣渣 讓他小小小的尺 叫小行星 再來叫會星 會星的英文叫Dirty Snowball 張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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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由冰雪 二氧化碳跟一些塵埃所構成的 張雪球 冰雪塵埃 跟他所構成的張雪球 好 那會星的特徵 這古今中外都知道 都看過 會是他就只有什麼 有慧文嗎 有慧文 有慧文 慧文怎麼來的 被太陽風吹的 這年學者考過 當然學者題目其實不好被人家調過 因為學者寫太陽光 有的太陽光跟太陽風一直其實 和他一樣 有什麼意思 這個時候可以選 就是要選吧 好 他想說 好來 背心的尾巴是被太陽風吹的 所以背心不是一直都有尾巴 他要比較靠近太陽的時候 才會有尾巴吹出來 同時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一定背退太陽 女生留長頭髮 風從前面吹過來 頭髮一定向後漂 風從前面吹過來 頭髮向前面 白髮龍女 白髮龍女 所以第一個 一定是背退太陽 第二個 第二個 越靠近太陽 尾巴會 越長 越靠近太陽 尾巴會 越長 所以請注意 背心的尾巴 一 怎麼弄來了 被太陽風吹的 二 一定會背 太陽 三 越靠近太陽 尾巴會 越長 愛個四 活動聲不重要 你看到上面照片嗎 尾巴要兩條 看出來嗎 一個叫尾子尾 一個叫做陳埃尾 這個偉大的學問 高中 來叫 國中就沒了 就是背心有尾巴 叫做 會尾 飛太陽風吹的 一定會對太陽 會翻太陽尾巴 越長 OK了 尾子尾跟陳埃尾 等於喔 你上高中的時候再說 OK 尾心 尾心的故鄉 歐德雲跟顧伯黛 我們不交 簡單帶貨 顧伯黛確定有 歐德雲還在研究中 一個長週期 一個短週期 什麼叫長週期 什麼叫短週期 講義的知識外力有寫 請自己欣賞 自己欣賞 所以我們認為會來自於太陽系的邊緣啊 讓遠遠插 彗星的故鄉在那邊過來的 OK 好 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非常有名 為什麼有名 因為它是人類第一個知道週期的彗星 哈雷大哥根據一些東西 流論啊這些說法啊 看他以前的資料 這一顆這一顆這一顆 他認為你們的這些顆 其實同一顆 在預測什麼時候 這個彗星會重新回到地球 大家在看引頸氣態 看是不是真的回來 結果真的回來了 真的回來了 哈 真的回來了 所以它是人類第一個知道 週期這樣很有名 他的有名 不是因為他非常大 也不是因為他非常亮 不是 他不是最大 他也不是最亮 只是他是人類第一 哈 他說下一次來訪是20 62年 因為約約差不多60歲的時候 我第一年交出的時候 我第一年交出的時候 哈雷彗星來過 我跟學生說 你們正常 你們應該有一些有機會 讓哈雷彗星來 第二次 我要看到第二次有點難 必須是百歲人類型的那種 百歲人類型 我看得到 但是你們應該看得到 他再來 我相信 他再來的時候 還是要會很轟動 或者還是會寫 因為拿那個開放參觀 你會看哈雷彗星 流星 隕石 這個學生討我幾遍 我們有大氣層 那個渣渣 跑進大氣層 跟大氣摩擦 發光發熱 這叫做流星 沒有燒乾淨 那叫做隕石 學生問你 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因為他沒有大氣 不會摩擦 不會發發熱 月球有沒有隕石 有 渣渣這叫做隕石 那叫隕石 OK 好 好 這叫做流星雨 流星雨 先不要翻這個 先不要翻這個 這是流星雨的照片 咻咻咻咻 今天說很多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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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說到流星雨 來流星雨怎麼來的 渣渣來的 溫星接近太陽的時候 被太陽風吹 留下很多渣渣在軌道上 這個軌道如果跟地球空轉軌道 重合 地球走過去的時候 就會一下子吸進來好多的渣渣 就有好多的流星 叫做流星雨 然後這些渣渣 感覺上像從一個點噴過來的 那個點叫做輻射點 這個輻射點如果掠在 列護座 我們就叫做列護座流星雨 落在四座 叫做四座流星雨 所以跟你講 我們來去看四座流星雨的時候 不是那個流星從四座跑來的 是怕死啦 只是說那個感覺 這個噴那個點落在四座上面 那個四座上面 所以要渣渣 要渣渣噴過來 所以一下子有 會吸過來 所以才會有 剛剛有走過渣渣比較多 所以流星的幾大旗 然後少過幾年 渣渣就變小 所以流星變得比較弱一點 小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這個 軌道流下渣渣 進心的時候把它吸過來 一下子就有好多好多的流星 叫做所謂的流星 那個衛星的 那個衛星的流下 那個衛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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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看看你 有難無問題嗎 有難無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課堂練習